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感慨颇多,杨子灯杂志封面上线一小时紧破万,热巴也破万! 杨子费加罗杂志封面上线一小时销量为1.3万,而杨子本人也发文感慨! 杨子表示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中感受循环往复感谢大家! 随后杨子工作是转发动态,并且配文表示伴随一个个角色走来,变得是形形色色的故事,不变得是源自内心的坚持。 可见杨子对于25年出道的经历心中也是颇有感受,而且杨子近日也是一直在努力寻找好资源,向政圈发展。 因为杨子前段时间一直以网剧为主,如今再去找证据显然有点困难。 外加长相思二口碑不佳,更是不少观众劝杨子退出古装剧。 除此之外,杨子因为受连野,是外形与之前相差甚大,多了几分网红气质。 而杨子杂志封面销售量更是远不及迪利热巴,迪利热巴杂志上限20分钟销量破20万。 根据统计目前时尚巴刹杂志销量已经破千万,超10万人购买。 除此之外,这也是迪利热巴第三次登上该杂志封面。 女明星实体杂志销量排行为迪利热巴,居静一,刘雨昕,杨子,吴轩怡。 可见杨子还是可以进入前五的,由于热巴的粉丝基数过于庞大所以也为热巴的杂志带来不少流量。 不过很巧的是这也是杨子第三次登上费加罗杂志封面,总体来说杨子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最后对于杨子与迪利热巴的封面,照大家觉得谁的更吸引人呢?